如何利用一张包铜片 垫成一个表盘 首先在一张小铜片目测的中间定位 再用锥子弄一个小孔 找个标准尺寸表盘做模具 边缘画上圆边 找把顺手的剪刀按照边缘剪下来 操作注意安全因为边缘很锋利 裁剪好后用杵子在中间打个孔 然后用错刀将边缘错平整 打磨好后找两块铁片 夹住铜片用铁锤轻轻敲打 让铜片绝对的平整 这一步很重要 最后用洗涤剂洗去铜片上的油污 确保干净 完成以上步骤就开始放发廊 如饰品锁式铺设架子放上表盘 发廊采颜料用筛子扬尘法 均匀的洒落到表盘两面 然后用纯净水喷洒表盘防止发廊脱落 两面如此 只好抬架 将钢丝往中间挖空放于架上 点燃火腔油下朝上进行高温烘烧 直至油料烧绒烧结 冷却后用油石油粗倒戏反复打磨 将高温氧化无垢打磨干净 直至平整 如此这般操作 一个漂亮的发廊表盘素体就完成了 将做好发廊空白表盘的基础上 绘制出自己想要的图案 用彩纤描绘出轮廓 之所以用彩纤 是因为彩纤在高温烧制过程会不留痕迹 既然是打底稿就可以修改的余地 底稿打好后就开始用发廊描绘线条 因为画发廊每天冲一种颜色就要烧制一次 所以用发廊画的线条 经多次烧制还保持原有画面结构的精准 线条画好后就烧制一次 然后按照自己所需颜色 由冷色到暖色 灰制一次烧制一次 期间把握好温度和颜色厚度 如果有闪湿 发廊冷却收缩不均匀 将引起表盘变形报废前功尽弃 因而烧发廊极其考验人的耐心和毅力 所以威慧发廊制作非常不易 讲到这里视频介绍也完结了